之前在準備考試的時候 我有用過AI的平台 我可以從中做一些題目 然後並且找出自己的弱點 2023年2月被教育部列為專輔學校 經已出現挑戰 財務有缺口 因此新的董事會進駐 我一進去就捐了一些錢 把財務解決 重點是專輔解除了 財務問題也解除了 然後也開始讓學校更有特色了 問題就是學生的人數還是不夠 只能讓學校更有特色 能夠吸引到嘉義或者雲家家的這個家長們 補教背景出身的王崇旭坦言 一年半接下任務過程中相當辛苦 以前的羽球留下來 還多多了音樂的這個弦樂 這兩個讓學校的學生能夠多元發展 這也是政府的一個108年課綱的方向 那高中部當然面臨的是升學 那我就把最擅長的升學帶進去 那另外我也有一個教育 在線上教育的這個平台 裡面有幾千小時的影片 還有題庫 幾十萬題的題庫 用AI分析 坦言解專輔不是最終 只能不斷思考創新 才能讓學校走更久 畢竟少子話衝擊 只會越來越有感 目前全台還有九所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被教育部列為專輔名單 其中以苗栗線最多 共有四所學校 然而招生危機 國立高中職也同樣有感 大概只有比較都會型的學校 大概比較沒有感受到 而且還要比較大概所謂的 比較前面的志願 大概其實即便是在都會區 大概中後段的學校 也應該通通通都感受到 以花蓮為例 除了花蓮高中花蓮女中 都還是滿朝學校 其餘國立技職體系 花蓮高工和高農 註冊率疊至五成多 甚至光復商工育理高中 只剩下三成 而要事先因應教育部也證實 本學年全台有十八校 提出調降班級人數 教育部已於八月發函 狹下國立高中 每班班級人數調降一人 唯獨竹苗區因為人口成長 所以班級人數不變 另外學校應應招生 所提出的班級人數減招 審核完畢將個別含復學校 選擇上是功力先於私利 那麼是不高優於 技職這部分的方向 雖然就有很多年的努力 但是還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困難 所以技高一定會先受到衝擊 更鼓勵技術高中的辦學的 各種的補助 以及任何的獎勵措施 我想應該更具體一點 那包含對於設備啦 或者是對於失職 尤其明年是逢虎年入學 也是少子化海校開始影響 高中職階段的關鍵一年 招生人數更具挑戰 私校恐怕彼此互打太弱留牆 而各區域性所面臨的問題又不同 偏遠的地區包括花東 尤其可能是在山上 或是其他偏遠的地方 他們的學生書應該 更清楚的感受到 少子化的變化 我想這個是無可厚非的 因為人口就是往都市集中 在很多偏鄉 其實學校就是他們那個地方 最重要的一個社交單位 其實如果連學校都廢了 那個地方可能整個文化 就會非常的不利 在雙北以及桃園地區 它所面臨的概況跟概念 它又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問題可能必須要 在各私立學校裡面 自己本身要找到 能夠重要的學校的發展 特色跟方向 少子化海校將席捲高中職 明星私校搶破頭 不怕招生來源 反觀季職甚至中後段高中 經營上只會更趨艱辛 特別新聞張志明就有宣傳台北報導 我們一起去…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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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